再来关注一下严毅宽和杜若曦这一对小两口 他们俩在严毅圈呢绝对算得上是男才女貌 可是昨天在这个电视剧写事的发布会现场 我们却发现严毅宽对杜若曦耍起了花招 这不是电视剧雪事的发布会吗 怎么跑上来一个小伙子还让女主角哭得离花大雨了呢 其实送花的帅小伙就是在清世恍徽中 有不俗表现的当红笑声严毅宽 而激动的落泪的女孩正是她的妻子 杜若曦 今年四月杜若曦演出话剧时 演艺宽突然现身求婚 引来现场一阵接呼 而此时演艺宽再秀浪漫突袭发布会现场 不但献花大求恩爱 更是力挺老婆杜若曦 独条大量的游戏很不容易 我来呢是觉得是 为什么现花呢我是想要表达我的致敬之意 因为我觉得太容易了 能够坚持下来已经是胜利了 前不久 艳雨宽在微博上晒出了两人的结婚证 此次当被提及核实举办婚礼时 艳雨宽表示套用一首歌名 大约在冬季 准备今年把婚礼还放了 努力努力 看你这戏什么杀青了 我的要到11月份我就杀青了 但现在这个进度有可能要超期 至少到12月1月 我就不敢讲我到底什么时候 我也不好跟剧组说我要结婚 你放了我吧 你放了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